hello大家好我是三国君 最近有一部剧呢 虽然讲的是高考前期的家长里短 没有什么大开大和大喜大悲 但是它的故事里 全是平凡生活中的温暖 琐碎人生中的波折 以及高三学生和家长那种如履薄冰的状态 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 我看着这个剧呢 就觉得无论是操碎了心的家长 还是身心疲惫却苦中作乐的孩子 都拍得特别真实 40多集看下来 我就感觉像是重新经历了一次高考时代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部 仿佛在我家安了摄像头的剧 小欢喜 这个剧主要讲三个家庭备战高考 这一年发生的事 第一个家庭是方家 方爸敦厚可爱 方妈文杰 颇辣强势 他们两个人难得人到中年 还在相亲相爱 所以儿子方一凡 在这个充满爱的家庭里 健康成长 就是他平时三天不打上房接瓦 而且除了学习不好 哪都好 他还有个表弟林脸儿 小时候侮辱齐驼 进了塔摘村给独销当马仔 后来洗心革面 成了一名能考上清华的学霸 无奈脸儿他妈突然去世 他爸不想养他 善良的小姨文杰 就把他接到家里来一起住 起初领脸儿内向卑微 话不敢说 早不敢洗 结果在方家和风细雨的照顾下 他终于在一次酒后 敞开了心扉 怎么回事 你这口套的地名 怎么回事 文杰 干什么 文杰 文杰 这头小场面 慌什么 有个在你 你怕什么 我告诉你 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 知道吗 记住哥这句话了 我 我 没事 没事 别别 你别跟着我 你站着 站着 你动 我们哥俩事 你自己解决 第二个家庭是季家 季爸曾经卖假药被抓 在狱中痛感前飞 出来之后当上了副区长 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 异心未明 出来住个旅店都担心超标 出门三个步都在关心交通规划 季妈流进文婉大方 是大家心中的白月光阿姨 但是这两个人 年轻时候走南闯北 为人民服务 所以就疏忽了对孩子的教育 儿子季洋洋从小被姥姥和舅舅带大 现在父母回来陪他高考 他就特别不适应 觉得家里面仿佛住进来两个陌生人 第三个家庭是乔家 这个家庭最复杂 问题也最多 乔爸年轻的时候 加入葵花派练得一身无意 结果当上总裁后 被人无限出轨 导致乔妈宋茜跟他离婚 女儿乔英子被判给了宋茜 从此母女二人相依为命 但是宋茜的性格太强势了 他给女儿制定的学习计划 具体到分钟 食谱也要严格要求 方方面面都要管道 英子一点个人空间都没有 所以这两个人极度缺拔沟通 一旦沟通 必定是采取爆发的方式 比如他本来跟英子开开心心看电影 结果知道英子早就看过了 他瞬间暴怒 你们不是说来 说让我出来放松放松吗 我是让你放松 可一个电影看两遍 咸的呀 谢谢啊 这有意义吗 这怎么没意义了 让你高兴不是意义吗 我是要你高兴 那我也是为了你高兴啊 我不用 他俩的关系呢 比起母女更像是虐恋情深的恋人 两个人以爱的名义 互相依靠 又彼此伤害 随着高考的零件 这三家的气氛也越来越紧张 但是生活并不会因为 你家有人要高考就放你一马 一直小打小闹和美美的方家 最近不太贫 方爸轻轻恳恳一辈子 人到中年 公司改组为裁员 文杰早与职场性骚扰 这东丁湖的麻乔男人 当下就辞了职 这时候方一凡还上着 死贵死贵的议考培训班 陈天训练唱跳rap和篮球 准备另辟西剑参加议考 他家本来就入不敷出了 谁想到乌漏偏分连夜雨 方爸的父母被传销骗走了80多万 现在他们家的经济来源不仅断了 甚至还背上了外债 季家倒是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危机 而且亲子关系愈发缓和 刘静就不用说了 谁会不喜欢这么善解人意的妈妈呢 季爸为了拉近跟儿子的距离 去玩他喜欢的赛车 去电玩城抓娃娃 装作网友跟他谈心 还为自己在他成长中的缺席 当众向他道了歉 季洋洋也不是什么坏孩子 他开始享受一家三口 齐了荣荣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刘静被查出了乳腺癌 好不容易病逝前嫌的家庭 又陷入了新的危机 而一只特别压抑的乔家 终于让英子的精神状况出现了问题 英子喜欢天文 想要去南大的天文系 但是宋倩逼着他留在北京 于是在母亲和高考的双重重压下 他开始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眼里也失去了高光 就连面对最爱的天文也提不起兴趣了 英子现在唯一的慰藉 就是能够去看一看温柔的刘静阿姨 去跟他讲一讲自己不敢跟妈妈说的话 但是在他看见了学霸跳楼自杀 又得知了刘静患上乳腺癌之后 英子的生活终于被压垮了 他甚至想要用自杀来逃离 生活总是要继续的 这三个家庭虽然接连遭受了经济 身体和精神上的打击 但人类是描想又伟大的 当我们改变不了时代和生活的时候 我们可以顺应他 方家现在为了方一凡和连眼而成约方便 租了一套学区房 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房子卖了 不仅还完了欠款 解决了目前的经济危机 文杰还怀上了二胎 在全家一起备考高考的同时 大家也在准备迎接着新的生命 姬爸和刘靖做出了一个 大多数家长都不会选择的正确决定 他们把刘靖的病情 如实告诉了高三的姬洋洋 他们觉得儿子已经长大了 需要一起承担责任 姬洋洋果然也没有辜负他们的希望 为了陪伴华梁的妈妈 他去剃了个光头 而且开始奋起执追努力学习 他想要妈妈能够创造奇迹 也希望自己可以不留遗憾 乔英子被医生确诊为 中度抑郁症和中度焦虑 乔爸和宋茜呢 为了英子的身心健康 两个人搬到了一起 也解开了当年的心结 准备复婚 英子看着自己的父母 不但不再干涉他的选择 而且完成了中年版的 七月夫妻先婚后爱 误会分手带海跑 追七活荡场 以及酒后告白 破镜重圆等一系列霸道总裁 爱我妈的骚操作后 心理状态终于一天天的好了起来 要不怎么说这个句叫小欢喜呢 孩子的被抛弃 你在阻拦孩子的父亲来看 就更会慢慢的磨灭孩子的安全 你的前夫可能不是一个好伴 但未必不是一个好伴 离婚只能代表 你们婚姻的失败 夫妻关系的结局 但它并不代表 亲子关系的结局 像你们这样不合格的亲子关系 很可能就是导致孩子抑郁症的冤状 编剧黄磊说过 这个句叫小欢喜 是因为中国的家庭 大多数在熬着忍着 既然不能改变现状 就帮大家在煎熬哭等中 翻找出一些小欢喜吧 人正一时安 仿佛在不断的滑翔 高考是你上升最快的阶段 父母向一认分 想要送你职上营销 但是无论我们最终 飞到了什么样的高度 我们都必须明白 这是一条 再也无法回头的道路 考上大学 意味着要去一个陌生的城市 开始自己全新的人生 这里不再有你的朋友 不再有父母 甚至也不再有 你那些年轻色的回忆 所以考上大学 离家的朋友们 请一定要好好 和自己身边的人告别 也请相信 有些人是真的 再也不会见了 因为真正的分离 永远都不是长亭古道 不是劝君 跟进一杯酒 而是就在一个 和平常一样的清晨 你突然意识到 那些人留在了昨天 最后伴随着剧的结束 也都那些 即将开始 自己新生活的大学生们 都能在接下来的旅程里 尽可能的向上 实现自己的梦想 享受属于自己的小关系